是 不過麗仁說 其實麗仁也是宅女 平常也都窩在家裡 窩在家裡都在貼鑽 對 我窩在家裡就喜歡做一些DIY 像 這是妳自己貼的 對 這是我自己貼的 因為我在想說 你知道大家都花很多錢 去給人家貼花個七八千塊 那自己貼就可以 自己買鑽真的 妳這樣貼一個手機要七八千嗎 就如果在外面貼 在外面貼 而且因為鑽本身也很貴 像這些都是施華洛世紀的鑽 就是品質很好的會很亮 所以你看這個給人家貼 應該差不多要個六千 是喔 然後妳在中間粉紅色的花紋 也是自己買 是我自己 但是玫瑰花 因為我就好喜歡玫瑰花 像這個鏡子 這是以前比較舊的鏡子 然後我就想說把它Bling一下 也是個玫瑰花 這都是鑽 黑鑽 粉紅鑽 這是我最新的作品 這個花了我 像這個花了我六個小時還好 這個花了我 十個小時 我跟妳說這是有個意境的 這整個除了這個草莓之外 它是一個畫 是一個圖片 可是沒有人看得懂 就是有不同的角度會有 它不是 因為它會閃 所以妳就會覺得不同的角度 可是它是一張畫 就是上面這邊都是彩虹 然後我有藍天白雲 它的主畫面是一個蝴蝶 蝴蝶的下面是花 不算是後現代主義就對了 就是非常抽象 就是一個Pain 不是抽象 那是一個Painting 只不過因為它很亮的關係 而且我的配色比較Pastel 就是淡色系的 所以比較難看得懂 那最近每天出去都要跟大家解釋 有沒有 是喔 來 我們看一下 妳還有其他的才藝嗎 妳的鞋還滿美的 導播看一下它的鞋 我拿個東西給它 妳說是自己黏的嗎 這個就不是了 但是女生都愛收集這些Bling Bling的 對不對 因為我超喜歡Bling Bling的 來 給妳看另外一個無聊的宅女 真的假的 這是宅媽媽 又吐奶 然後尿片也都濕了 然後又什麼 妳還有空 就會跟王米娜講說 吐奶先自己拿手帕擦一擦 媽媽現在正在黏轉 沒空黏黏 那尿片濕了呢 然後這個就是 上次大家看過別的顏色熊熊 然後這一隻熊熊 是我個人最喜歡的金色熊熊 然後睫毛 這個很難黏耶 因為它是小毛 它是立體的 不是立體的 最難的大概就是它的下當的地方 它的 就是這個地方最難黏 鼠西部 鼠西部這個地方最難黏 為什麼會很難 因為它裡面有角度 所以它有技巧的 而且它的睫毛好可愛 那鑽很小 這種小鑽很難拿捏 對 然後有一個作品 一直就是黏了一半 然後到現在還沒有把它 完成的一隻 哇 賣了 Pony Pony Pony絕版了 很難買到Pony的毛展 妳這毛也是妳自己縫上去的嗎 沒有 它本來就有 本來Pony這個小毛就有 它們是一系列的 然後這一邊還沒完工 大概剩 最難的就是底下的這些地方 對 所以每次黏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女兒又肚子餓了 我又去泡奶了 所以就一直把它割到現在 妳在黏這個時候 妳跟女兒都在幹嘛 對啊 這個要花很多時間 就叫它看天線寶寶 就媽媽有事要忙 她自己也可以看電視 然後我可以給觀眾朋友 因為大家 上次看我介紹Bling Bling之後 很多人問我說怎麼貼怎麼貼 其實我覺得門檻很簡單 就是說像這種帽子 你可以去選你自己喜歡的帽子 然後呢 自己把它箱上一些鑽 那這些鑽你又花不了你太多錢 你也不需要黏得太密 也不需要太多技巧 對 然後這個就是我 我請人家幫我排好 我自己燙上去的 人家排好你燙上去 那你不過就是拿一個 熨斗燙而已 你還拿出來秀什麼 那你想得到用兩把槍嗎 你想得到這個圖案兩把槍嗎 然後再告訴大家一個技巧 因為大家不要在我部落格 再留言了 我沒有扣回你們 就是去買一些現成的圖案 然後你沿著它原來的字型 黏上鑽之後 你的帽子的價值就會 大大的不一樣了對不對 好 再給大家看一雙鞋 人家那雙鞋一定好貴 你那應該好多錢 這個還好 這兩千而已 來 好土喔 妳就用那麼土拿出來 土 你敢穿嗎 我敢穿 土死了我覺得 拜託喔 Bling Bling的意思 這還滿可愛的 我覺得像 哪會啊 明明就很Bling Bling 我跟你說 其實我有點偷懶 我原來最 最終的是 想要把整個根全部黏了 對 這樣子會很可愛 後來實在是很累 真的 連鑽黏到眼睛都會瞎掉 來 我們接下來請艾菲老師 跟我們局部占卜 你的阿宅指數有多高 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討伙牌 不管你是宅男還是宅女 如果說你要反駁的話 沒有關係 我們看一下這個占卜 注意一下這張牌 是討伙牌裡面的寶劍 騎士 注意一下裡面的五個神秘符號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阿宅指數有多高 A的神秘符號是一個電腦 B的神秘符號就是這個鍵盤 C的神秘符號是桌上的筆筒 D的神秘符號是這個名片夾 在這邊 E的這個符號是桌上的掃描器 在這下方 便宜的直選選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阿宅指數有多高 好 德烈 我選名片夾 名片夾 好 會選名片夾真特別來 我選B鍵盤 好 維尼老師 我選A電腦 好 我會選鍵盤 好 美穎老師 我也是鍵盤 好 我選掃描器 掃描器好 我也是選掃描器耶 為什麼 就覺得整個掃過去還滿舒服 好 相信觀眾朋友都選好了 那我們來看你的阿宅指數有多高 目前是C沒有人選 B筒沒有人選 可能是觀眾朋友選的 可能要分數越高 代表說你越阿宅 我們來看一下筆筒 是什麼 筆筒是一個個性害羞的 所以阿宅指數是80分 其實是滿高 那這個害羞 個性害羞 特別是在愛情的部分 如果是說你選到這個符號 也代表是說你在感情的世界裡面 在交友上面其實你遇到一些困難 特別是在認識異性的部分 你可能比較害羞 或者說你比較不敢主動 你比較是等待別人來認識 或是等待別人來介紹 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好 如果說你選到的是這個B的符號 現場有這個黃老師以及吳老師 如果說選到B的符號是這個鍵盤的話 我們看一下阿宅指數有多高 60分是一個網路成癮的問題 網路成癮 對 選到這張牌代表說你吃喝玩樂 都依賴這個網路世界 比如說你都習慣去網路商城去買東西 或者說你要買吃的東西 你就在網路上的商家去購物 或者說你的生活的娛樂 大部分都是依賴網路 比如說你在網路上下載音樂 下載影片 或者說你在網路上面玩遊戲 交友都是透過網路 所以都會有一種網路成癮的問題 所以阿宅指數有高的問題 所以說網路成癮好像一個禮拜 有兩天沒有上網 沒有上你的什麼Facebook 你會心慌的話 就已經是成癮的徵兆了 一天不上就不行 會有那種異訊 半訊缺乏恐慌症那一種 對 而且大家都會玩什麼 裡面的什麼農場 對啊 餐廳要經營 餐廳不經營就賺不了錢 沒錯 是喔 成在那裡夜晚嗎 我沒有玩那些 因為我把時間都拿去 我在家最重要的是看袋子 看DVD 電視影機 還有就是煮飯 然後還有 就整理家裡面 我每天都要吸地擦地 所以你跟郭馨 每天下午都會到中庭去 聊聊天的地方嗎 我才會聽到你做的事情 好像是一般人 颱風天才會在做的事 不是 因為每天都會有灰塵 老師就有一般的那種 家庭主婦 因為灰塵每天都會有 所以每天都要吸 吸了之後要用濕的抹布擦 那個我認同 真的 才會… 地板才會有那種澀澀的感覺 走起來才會澀澀 你通常一定會喜歡那種 對… 好乾淨喔 因為我不會拿拖鞋走路 我都是拿赤腳 所以就是那種 什麼叫拿拖鞋 那你如果不小心踩到 好像地上就是粉粉的 有發揮的感覺 會不舒服喔 先吸這樣子 對 然後掉頭髮 吃東西掉下去就會 一定要馬上處理 不是 我在吸的 這個弄那麼髒不好吧 就是趕快把它弄起來 對 有潔癖 好 我們來繼續往下看 如果選到的是這個名片夾號 是D的符號 如果說是跟我們的 德烈選的一樣的話 觀眾朋友 那個阿宅指數會不會更高 我們來看一下 是阿宅指數 40分是還好 活潑 熱情的一個暗示 其實我們看德烈的個性 其實很可愛 雖然是說他可能比較居家一點 或者是說他喜歡煮菜 但是整體來講 表現出還是一個比較活潑 不開朗 像一個大男孩的感覺 所以選到這個的話 其實阿宅指數是 不是這麼高的 所以不用那麼擔心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選到的是A的部分 如果說跟薇安老師 選的一樣的是電腦的話 阿宅指數會不會很高 我們來看一下 還好 還好 這個個性多變的 其實就跟薇安老師 在平常在電視上 所表現出的風格一樣 其實就代表是說 他對於選到電腦 代表是說 對於資訊的收集度 其實是很高的 也代表像電腦一樣 也展現出不同的面貌 跟資訊的多樣性 所以選到這個代表說 你在資訊上面 不會落於人厚 不會是一個 互不自封的人 所以是一個 阿宅指數是不高的一個現象